四摄法中不时是送礼 但佛有之间 经常送礼 是否会影响清静心 四摄法是戒引大众 是戒引众生 与经常修行我们修行同餐道友 当然平常也要有这些理解往来 因为它接触大众 但是不会妨碍清静心 那清静心是妨碍是什么 有贪心 你这个礼宋的时候 它起了贪心了 那就有惩惠心 那不送礼 它就生惩惠心了 那它还要好好修行 所以四摄法的时候 是戒引的方式 这个是在佛门里面 现在讲的时候 就是公共关系法 交集法 这是戒出 让人生欢喜喜 最后 最后 你要有善求方便 帮助他入佛门 这个是目的 如果说是不能够引导他入佛门 那就错了 都是帮助他入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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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帮助他入佛门